接下來呢 我們要向經典歌手致敬是 張信哲的作品 請到這兩位 白朝落謀以及吳子媛 請出列 子媛 今天你要選唱張信哲的 從開始到現在 其實這個可能 小潘老師又會有疑問啦 阿哲有很多He number 是啊 不如這樣子 在演唱之前我先問你好了 你怎麼會選這一首 因為其實張信哲的歌 老實說我真的聽得不多 然後從開始到現在 是我這些張信哲的歌裡面 算是比較熟的 應該是看了韓劇 冬季戀歌啦 是 是這樣子 我不認為你這個理由 是可以選擇一些 比較冷門歌曲的原因 可是如果你的歌聲 能夠感動我們 我相信你還是會拿到 高的分數 謝謝小潘老師 轉得太好了 因為他對美女都這麼好 白朝來 你選什麼歌 別怕我傷心 好 這個算是He number 好好唱 首先掌聲歡迎 白朝落謀的歌聲 子萱和小白再度狹路相逢 以情歌王子張信哲作品交手的兩人 到底是誰會勝出呢 好久沒有你的心 好久沒有人陪我擔心 好久沒有人陪我擔心 一個男人和一顆熱切的心 不知在遠方的你是否能感應 我從來不擔心 我從來不擔給你任何諾言 是因為我知道我們太年輕 你追求的是一種浪漫感覺 還是那不必負責任的熱情 心中的話到現在才對你表明 不知道你是否會因此而清醒 讓身在遠方的你不必為我擔心 讓身在遠方的你不必為我擔心 你可愛你的心 時時時刻刻刻為你裝不貼我的愛 也曾經深深溫暖你的心裡 你和他之間 是否已經有了真擔心 別隱瞞對我說別怕我傷心 無可愛你的心 無可愛你的心 時時刻刻為你裝不貼我的愛 也曾經深深溫暖你的心裡 你和他之間 是否已經有了真擔心 別隱瞞對我說 別怕我傷心